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跟大家分析三场比赛 这三场比赛有共同的特点 都是强队打客场 比如说是拜仁挑战弗赖宝 还有AC米兰对战拉奇奥 还有AC米兰对战拉奇奥 以及摩纳哥对战巴黎生日曼 那么以前我们有讲过 强队打客场的比赛 如果组队也不会特别差的话 一般是比较容易出现 双方都会获得进球的机会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思路 去观察这个情况 那么这三场强队打客场的比赛 有两场 我觉得比较容易产生握手言和的机会 比如说是AC米兰这一场 其实跟拉奇奥有握手言和的机会在这里 以及摩纳哥对巴黎生日曼 那么这一场也是很有握手言和的机会 包括拜仁这一场也是 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AC米兰跟巴黎生日曼这两场 毕竟呢 毕竟呢拜仁还是有机会去争夺 今年得甲的冠军 还依然还是有机会 所以呢 他的这个势头还比较旺盛 一般来讲 赢的机会更加大一些 大概是这样子 好吧 好那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三场比赛 第一场是弗赖宝对拜仁 那弗赖宝呢 在目前得奖的位置是排名第九 第九第十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位置去拨动的话呢 其实啊 可以说是无欲无求 而客场的拜仁呢 就要求比较大了 因为从来都是这个得奖的冠军啊 今年因为讲队里面不太团结的问题呢 导致到成绩也比较有大的落差 所以呢 现在自从主帅宣布赛季结束后 将离队总而团队团结了起来啊 这一个现象也很奇怪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凯恩也是获得两个基球 带着球队呢 赢得了比赛 那么这一场是看好客场的拜仁 1-1 1-2跟0-2 第二场是拉奇奥对AC米郎 刚才有讲过 这一场呢 是比较容易获得握手言和的机会 而较强的米郎呢 也只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浅的让位的位置 所以主场的拉奇奥是有机会的 好吧 拉奇奥也是最近的状态啊 不是特别稳定啊 目前已经跌落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所以呢 在主场的拉奇奥其实也想获得 有分数这样子 那么AC米郎呢 目前是在一甲第三名啊 也是想要赢下比赛的 所以这一场是苦战 好吧 好 这一场我们看好客场的米郎 1-1 1-2跟2-2 第三场是摩纳哥对巴黎圣日很慢 那么摩纳哥呢 其实是有想要拿分的这个想法的 因为第四名的里尔呢 跟他之间差距呢 只有三分 分别是41分跟38分 所以主场的摩纳哥呢 是有想拿分的欲望 哪怕是只有一分 他也愿意 就是会去拼 另一个就是摩纳哥的比赛 最近以来呢 都能够获得进球 所以这一场比赛 对仗的是 客场是巴黎圣人曼 而且巴黎圣人曼的队长啊 几乎确定在本赛季末将离队 而球队呢 也在做出没有姆巴佩的情况的一些部署 所以呢 其实 客场的巴黎圣人曼呢 是需要观察的 而主场的摩纳哥呢 他是非常有机会获得进球的一方 好吧 所以这一场呢 看好客场的巴黎圣人曼的同时 也看好主场的摩纳哥获得进球 1-1 1-2跟1-3 这就是今天三场联赛的比赛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 组织一些创创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